看看新闻网 9月29号下午天王周杰伦现身香港为自己即将举行的香港演唱会造势宣传 周杰伦一出现 大家肯定就知道啊 肯定要有媒体朋友要问结婚这个话题 我们的周总就是不走寻常路 尽管周杰伦去年刚刚在香港开过演唱会 但天王一开嗓 票房绝对不成文 难道是周董自己对自己有着很高的要求 在演唱会的方方面面都力求创新 而他也明白形式上再怎么新颖 都比不上唱两首新歌来的有效 这新专辑迟迟没有出炉 周董也有一些小惭愧呢 这一次跟之前去年的是不是很大不同的地方 其实是一样的 对 对啊 对啊 就是因为歌曲上面 其实我其实一直很想唱新歌给大家听 因为一直说那个新专辑要出来 但是始终还没出来 对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在这个香港演唱会之前出来 这样我演唱会就可以唱新歌 对 据周杰伦透露 在以往举办巡回演唱会的经历当中 他最最喜欢的就是歌迷现场点歌他来唱 这次的香港演唱会 他当然也做足了准备 我其实很害怕就是歌迷没有 有时候会点一些那种很冷门的 对 我比较少唱的 对 那这一次其实我都练好了 所以大家随便点 没问题 没问题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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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终于练好了 对 反正我有支付机啊 哎呀 不错哦 周龙这么自信 那要不我们现场就来考考你吧 好 甜甜的 嗯 嗯 这个好久没唱 那我唱给你听吧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唱吧 好 一起来 一二三 我轻轻的唱一口你说的爱我 还在微微你给我的温柔 我轻轻的唱一口你说的有我 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哎呦 掌声鼓一下 掌声鼓一下 新一晚再见 香港采访们的